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大集蟹已經流行幾十年了 從粵賽來講是九十年代開始 真的很流行 當時賣這個大集蟹的時候 很多的原隻賣 我們會將它做蟹粉 將它有不同的變化 鍋巴、蟹粉麵 所以到現在粵賽店都會有這麼多賣 九月圓時十月尖 就是選擇大集蟹的必須要選擇 除非你很喜歡吃冬禦蟹 有分別, 因為口感高又不同 九月圓時我們會選蟹蟹 蟹蟹蟹的蟹蟹會帶點硬 如果你喜歡吃甘香煙韌的 有咬口的 你就用來選蟹蟹 如果你想選蟹蟹 蟹蟹多數肉都會更滑 或者它的膏都會更滑 所以有些人喜歡吃蟹蟹蟹 雖然蟹蟹有個區別 但真的因人而異 你自己選擇 如果選蟹蟹蟹是怎樣的 整隻脹脹脹脹的 整隻脹脹脹的膏應該飽滿了 如果選蟹蟹蟹 蟹蟹蟹一定要按一下肚子 看看是否實實 若果它是聚手的,實實 蟹蟹蟹的肉就很足肉 我們公司有很多客人喜歡吃大炸蟹 但又不喜歡去擦大炸蟹 其實問題不大 對,交給我們應該怎樣做 我們會把蟹蟹拆出來 蟹膏和蟹膏 我們會分開 所以之後我們會把蟹膏 釀到蟹蓋底裡 蟹肉我們把它拆掉之後 再用少許洋蔥 然後炒一炒 加少許芡芳 加少許蒸湯 否則只拿出來 我怕它太乾 焗的時候它的水分會揮發 所以就會很香 然後我們會塗少許蛋 去焗它 去到外省吃大閘蟹 其實很有趣 為什麼沒有剪刀 沒有蟹籤呢 再問問國內的朋友 我們吃大閘蟹 哪用得這麼軟盡的 其實不需要那麼麻煩 我們就這樣 很乾脆利落 吃得很乾淨 或者吃慣又小吃到大 有些美女或是女士 吃得很順盡 喜歡吃 但不喜歡刷 那你就給一筆剪刀 不要吃得那麼豪放 優雅一點 可以有蟹籤幫助到它 大閘蟹也比較寒涼 蟹的蟹心當然最寒涼 小孩子、孕婦都不適合吃到蟹心 在剝這個蟹之前 你真的要留意 蟹心必定要撩出來 它有角的 起了角的 六角形 你看到你要先拿出來 千萬不要吃它 蒸這個大閘蟹 其實都會有講究 放一些紫蘇葉 放在蟹身上 或者 藥果在鑊裡 你的紫蘇葉 放在水裡 用蒸氣去驅寒 除了蒸這個大閘蟹 放紫蘇 我們用來喝薑茶 其實都可以放的 很少 煮一煮薑茶 我們會放一些紅糖 我們會放一些薑 放很少的紫蘇 一起去煮 都會暖胃、驅寒的感覺 如果你可以喝酒 可以喝黃酒 或者喝花雕、紹興 再熱它會暖胃、驅寒 但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喝得到 你說喝花有些會脆 所以有些會喝薑茶 或者吃的時候 你未見有薑米 提起鮮 放一些醋 吃下去 一來增加香味 二來 都會有驅寒的作用 所以薑其實跟它都很配 必須要有